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情人意 多少岁 多少魂 此情教我永相信 深深情 情深深 此情教我永相信 此情教我永相信 此情教ổi 你平日 著突然 讀 bulbs 偈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没事了 老爹 教授是得了什麼病 教授一直就有氣闖病 把我給嚇死了 以後遇到這種情況 你就用這碗 一噴它就活過來了 謝謝你 老爹 不客氣 教授 你應該到醫院裡去治療 我的病 到了我這種程度 已經沒有辦法跟你治 只有過一天算一天 教授 我覺得 你的工作太勞累了 應該休息一段時間 休息 一個人活著就不應該休息 可是你的病 誰能擔保不生病呢 一個人做學問 一定要堅持到底 不能有絲毫鬆弛 學如逆手於行舟 不敬著退 要有理想有目的 才不辜負求生的目的 我們不要談這些 我們不要談這些 我們開始工作 教授 你還是坐一會兒吧 坐 坐下來幹什麼 我們這一生三分之一的時間 已經浪費在睡眠上 如果再做的話 這一輩子 豈不是浪費了 你去睡眠嗎 你喝口水 我不要你过问这些事情 把你的精神放在工作上 不要做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 年纪轻轻正经是放了不去做 如果你喜欢做家务事 那你就回家烧饭 我要的人是全性体移放在工作上 不是个管家朋友 你还愣在那干什么 这什么好哭的呢 哭什么 不要哭你听到没有 不要哭你听到没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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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ágina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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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爸爸 我時常在想 我對於孩子們的教育方式 是不是有問題 會有什麼問題 每一個做父母的 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學好 不會有問題 現在的孩子跟過去不一樣 父母要隨著時代而進步 否則做父母的 就無法了解子女的問題 更沒有辦法去解決他們的困難 對 說得都對 對 人家 你是有五個子女的母親 你想每個人都了解嗎 那是很困難的 既然生了他們 就要對他們父子了嗎 給你們 都不肯 你究竟歸 沒有 外公 我在 我知道 你是在搜求門對不對 對 小姐 你這可是這個月 第九塊多了 九塊 外公 有那麼多了 外公是不會算錯的 好 過來 過來 外公 輕一點 都準備好了 一 二 三 四 八 好了啦 外公 你怎麼敲得那麼重啊 這次再打破了玻璃 我就拿我那個手杖敲你的頭 外公 你最狠心了啦 還樂啦呢 你一個女孩子家踢什麼足球啊 糟了 怎麼了 怎麼了 丫頭 我起了一個包耶 我看看 我看看 外公對不起你 好丫頭 你都騙外公了是不是 哎呀 外公你怎麼又敲人家一下嘛 那 可我下一回呢 下一回呀 我就不會打破玻璃了 你呀 你不會打破玻璃的話 在三天之內 啊 你就敲外公一下 真的喔 嗯 慧民 怎麼可以這麼多外公說話呢 媽 是外公自己說的 也不可以對外公沒禮嗎 哎 瑞絹 你放心好 三天之內啊 他會把咱們那個電話都給砸爛了 外公 那如果我三天之內都不踢足球 你不是輸了嗎 你呀 你三天之內不踢足球的話 那太陽就大西邊出來咯 好 那我就下定決心 三天之內 絕對不踢足球 真的 好好好 不踢 不踢 拉拉 不能太放縱孩子 小丫頭 自己點兒 你還是十分 你不是啦 不能太放縱子 啊 快點兒 再放一陣子 進去 小丫頭 爸 小丫頭 進去 你快點兒 他手 一直進去 你快點兒 我快點兒 他不打死 不能再敲了 再敲你的头就变傻瓜蛋了 好好地月底月底一起结账 好吧 不要了 那我宁可现在就算清 等到月底算还得了啊 那这样 在月底之前呢 你只要不敲破玻璃 那咱们就一笔勾销 真的啊 艾顿锡 瑞君 瑞君 去你 小哥 离间 离间 怎么了 没有 我很好 离间 有个什么意思 真的没什么 离间 妈 我觉得好疲倦 我上楼歇一会儿 大白天天有什么好躺着的 有什么好歇的 有什么好歇的 我上楼下楼 小哥 你帮我拄两块玻璃好不好 你又把玻璃给打破了 谢谢你呀小哥 跟小哥还用得着客气吗 不好意思嘛 我每回打破玻璃都是你帮我装的 下一回呀 盛門準一點 不要再打破玻璃就好了 好 我覺得這孩子有事了 他 他就跟他爸爸的脾氣一樣 你也被了不起 其實什麼都不是 外公 小哥每學期都考第一名 考第一名有什麼用啊 品德 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品德 這小哥有沒有怎麼樣 你怎麼老替他說話 外公 你不要老是罵小哥嘛 好可憐 他也沒有做錯什麼事 又不像我 今天打破玻璃 那外公就是看不慣他那副 不在乎的樣子嗎 就把他做錯了 你怎麼搞錯呢 你怎麼搞錯呢 我怎麼搞錯呢 我怎麼搞錯呢 回家? 谁叫你回家的? 老爹 把他的行李拿进去 是 给我做小点理 拿进去 怎么突然要回家了? 老爹 大概是被你骂的,教授 妈 我 我什么时候骂过他了? 教授 你那个脾气 不是我老丁爱唠叨 实在叫人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 你自己是有口无心 可是人家小姐 听不清你那么出声出气的说话吗? 我讲话本来就是这样 教授 您的脾气能不能改? 改 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改? 周慧华 我虽然没有教过你 可是老刘介绍你来 我是希望你到这来做研究工作 不要三心二意 我 我只是给你倒杯水 你就骂我 你要弄清楚 你到这来是做学问 我不是让你来伺候我 懂吗? 你要把事情的重要性弄清楚 不要本目倒置 我不要谁来服侍我 我们在工作上是伙伴 在平常 我们是朋友 可是 你 你 你好凶 我是恨铁不成钢啊 你倒是 到这儿来是 研究 要专心 丢开一切杂念 老丁 马进去 来 好好做你的研究工作 你是个可造之材 好 时间 我都说,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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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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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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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跟他見過面 我怎麼介紹給你啊 這 那你跟我說你跟他很熟的 我怎麼曉得 這是你自個兒告訴我的 你老在我面前提 徐文泰怎麼的怎麼的 他是個大的建築師怎麼的怎麼的 所以我就很熟啊 外公 我告訴你 我今天認識他了 我今天終於認識他了 傻小子 認識就認識 有什麼這麼高興的 外公 他說他很欣賞我 叫我沒事兒就去找他 您看 這是他的名片 徐文泰 小子 這你平時 不是對他很不服氣嗎 是啊 我現在還是把他當成敵人呢 我是真不了解 當成敵人見了面 還像你這麼高興吧 外公 你總該知道 這個知己知彼 百善百善這句話吧 當然知道了 你外公 可也唸了不少 抖大那麼大的 好幾樓框的字啊 外公 這徐文泰呀 可是自投羅網 自投羅網 你看啊 他跟我講 叫沒事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 盡量去找他 這換句話說呢 他就根本沒有防患了 這個就是給我有個機會去了解他 我現在 絕對要好好地研究他設計的圖樣 針對他的缺點 我會設計出一種更完美的圖樣 我相信我過不了多久 我絕對會超越他的 我看你這小子是興奮過度了吧 外公 我是很興奮的 我今天跟他見面的時候 我跟他聊了一下 他說啊 他把我當成他的對手 孩子 這僵是老的辣呀 說不定人家 在探探你的虛實哦 外公 你放心啊 我會防止他的 你有這個把握啊 我當然有 我將來跟他碰頭的時候 我就把他的優點告訴他 隱瞞他的缺點 哦 嘿嘿 我這圖小子 看不出來還有點心機啊 李平啊 在現在這個社會上呢 有很多人 到了江郎財經的時候呢 往往把別人的東西 偷來當著自己的東西 又碰巧又碰上你們這批 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禁不住人家三言兩語的好話 就通通把自己的東西就說出來 對 外公 嗯 我知道 我知道什麼話該說 什麼話不該說 好 那就好 不過 外公不是叫你使喚嗎 我總是感覺到啊 我總感覺到 有一些我有構思的人呢 一點兒保障都沒有 往往因為一句話說錯了 把自己的構思 就當成別人的創作了 外公 不管怎麼說 我今天能夠認識徐文泰 總是一件很慶幸的事情 我在學校的時候 很多同學都想到他們那邊去工作 不過他手下用的人 都是一流的人才 他們大家想擠啊都擠不進去 嗯 嗯 那就好 那就好 哦 外公 從今天起 我要好好照顧這隻幸運鳥 嗯 我想 它會給我帶來更多的幸運 哦 嗯 好啊 鴨龍在後頭殘酷裡頭 自個兒去拿啊 哦 好 外公 這隻鳥 就麻煩你給我看一下 千萬別讓它點飛啦 放心好了 長了十個翅膀都廢不了的 好啊 好啊 謝謝你啊 哎 這是我兒子的幸運鳥哦 快瞧瞧 幸運鳥 小幸運鳥 小幸運鳥 哎 咪咪 吃點水 不要叫我嘛 咪咪 咪咪 eigenlijk 你怎麼能怪姑媽呢 姑媽 都是你 要不然我的水晶也不會掉的 也不是姑媽給你弄掉的呀 哎 明兒 爸爸回來 媽媽 又有時候去 爸爸 我的水晶掉了 爸爸 您幫我找回來嘛 哎呀 一个水晶掉了算什么 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大不了买一个算 哎呀 爸爸 我那水晶是买不到的 就是有再多的钱 你也是买不到的 哎呀 水晶到处都有啊 怎么会买不到呢 哎呀 爸爸 我说买不到就是买不到嘛 哎呀 咪咪说买不到 就是买不到嘛 不可能的嘛 哎呀 咪咪的水晶呢 是一只鸟的名字 啊 是一只鸟 哼 是啊 咪咪也已经养了三个多月了 当初捡回来的时候啊 都快死了 最近呢 刚刚长出了点小羽毛 今天一飞出就没飞回来啊 这养鸟我怎么不知道呢 爸爸 你根本就不关心我嘛 哎 说没良心的话 爸爸还不关心你啊 爸爸外边多忙 只要你在家都回来陪你吃饭呢 说那么好听 回来陪我吃饭 其实你人在家里 你心根本就放在工地嘛 好了 好了 爸爸马上陪你 开车陪你去开好不好 不管多少我给你买一只 好 走 爸爸 我不要嘛 我就是要我自己的那个水晶了 哎呀 爸爸 你就去帮我找回来嘛 不是 你鸟飞到哪儿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呢 爸爸 你叫你工地的工人去帮我找啊 啊 叫工人帮你去找啊 这都不可能了 哎呀 怎么不可以嘛 爸爸要是发动工人去找鸟 人家不说爸爸神经病才怪 哎呀 爸爸 你那么喜欢我 你就不要顾忌那么多嘛 好 爸爸 就是爸爸去发动工人去找鸟 这你这鸟长得什么样人 人家不知道啊 哎呀 咪咪 丢了也就算了嘛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我那个水晶了 哎 咪咪 你这孩子怎么 水晶找回来 我非好骂他一顿 哎 你还到哪儿去啊 咪咪 我去找张小莲他们 他们见过我的水晶 他都给帮我找 我二十岁呀 你这就是 我二十岁呀 哎呀 就是二十岁呀 在我的眼里呢 永远是个孩子 好 今天你先回去等候通知 行 又要等了 对不起 因为我不能做最后的决定 好吧 等 等 等吧 怎么样 招考到足够的员工了吧 来营考的人倒是不少 但是能符合标准的并不多 不要太严格了嘛 能过得去就行了嘛 那怎么行呢 我们是哲夫请我们来主持的 我们不能够马虎 待会儿钟大成还要来 要是钟大成觉得我们太马虎 不但我们不好意思 就连哲夫也没有面子 哦 这是哲夫的要求 我们也没做他一分一毫的 受人之错 忠人之事 我们既然担任你的请求 我们就要善建职责 再说 现在找到这些人 将来都是他主要的干部 我们一定要慎重才行 好吧 你要怎么慎过 你就怎么慎重吧 好 下一位 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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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来应征的干嘛要跑呢 也许他是不好意思 见我们这些老朋友啊 哎呀 这个人真怪啊 好 好 賭輸了 反正已經是窮光蛋了 也無所謂輸贏了 拿酒瓶就出氣 想喝兩杯 又沒酒 這無名火就上來 把酒瓶就砸了 好 你除了煙、酒 你就沒有別的事可做了嗎 爸 你不要生我的氣 我只是希望你能夠振作起來 最好說清楚 我是你爸爸 對你爸爸說話 最低限的要刻記點 周士郡他為什麼要逃避 他為什麼不肯回家 林勇、黃慧珍夫婦 會把這個消息告訴瑞君嗎 潦倒的士郡此後將何以為生 他會回家嗎 請繼續收看《情深深續集》